隐身在巷洞之中 住着一群活泼健康的小天使 他们其实都是爱滋猫 爱滋这两个字其实会让人家 会让人家怕 就是有的人甚至会误会说 这个会传染给人 中途之家创办人陈仁祥 在创业时意外救援了爱滋猫 对他来说生命是平等的 而这只看起来懒洋洋的猫咪 就是陈仁祥救援的爱滋猫欧咪 欧咪当时的状况 里面感染状况其实真的蛮严重的 你看他这么严重 理论上就是要赶快处理嘛 对不对 但又没办法处理 因为他身体太虚弱 为了填补猫咪们的巨额开销 陈仁祥临机一动 提出猫便当菜计划 运用猫粪制成肥料器 做农产品贩售增加收入 这台机器就是中途之家 用来制作猫粪肥的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 正在为我们示范怎么操作 加工完成后进行分装密封 一旦充满养分的猫粪肥就完成了 那每一天清出来煮的话 都剥掉一个程度之后 烧卖就会把它载到工厂 之后再会再送到我们合作的小楼那边 那就会生产出各位现在看到的猫便当米 以及猫便当茶 猫便当菜的模式 产生的收入能让数十只猫咪 自己自足达到良好的经济循环 也让让猫们有活下去的权利 记者陈云茹、吴柔婷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